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拍到175片 你們剛剛拿到的這張講義 是我們九之三會用到的 那我只有發給我主辦 因為這張講義跟我們先前談到一些 藝術跟文化的思潮是有關係 因為整個講起來會有點複雜 我後來就做了一張 算時間走法 然後有把一些藝術的流派 他的簡單的介紹 再搭配圖片 這應該是一張還蠻精美的時間走 正版面 那你就把它對折 剛好可以夾進課本裡面 先發給你就是你回去可以先看 那我們今天從175頁開始講 我們今天這一節課會把9-1 也就是冷戰的部分 後半段把它上完 那另外一個是在9-2 我們會把後殖民 也就是民族自決 大概把一些區域的發展做交代 那我們上一節課把冷戰 大概一開始他的定義 然後冷戰初期包含一些地方 因為分區佔領而造成國家的分裂 但日本是例外 因為他是美國單獨佔領 那像南北韓 東西德他就分裂了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場是 冷戰中期的戰爭 也就是越戰 那這場戰爭可以說是冷戰當中的熱戰 好我們看一下 OEA這一張是補課本176頁的 這一些有關越戰的描述 那大致上講起來就是在中法戰爭之後 我們越南就淪為法國的主義地 那我們現在講的越南是包含了 柬埔寨跟寮國 算是一個比較擴大版 那一直到了20世紀中的時候 那因為二次大戰開打 後來太平洋戰爭 所以日本在很短的時間 就把這一些原本屬於法國的越南 當然還包含其他東南亞的住民地 這些全部一掃而空 一直全部變成日本的 所以我們看到日本這一段短時間 但是很快速度趕走歐洲人 後來造成蠻大的影響 影響後來各國的獨立 那我換一條紅線這是二次大戰之後 那法國其實二戰很慘 各位知道他本土實際上是被攻占的 那所以他在二戰後 要再回到殖民地的時候 就引起殖民地的人反抗 那在越南是由胡志明所率領 胡志明在歷史上代表兩種不同的形象 那一個是民主主義者 所以他是代表越南人 要把這些殖民母國的勢力趕走 其實胡志明很早就開始行動了 他甚至在一戰之後的巴黎合會 他還有參加 然後把越南獨立的議題套出來 所以他是一個很長時間的努力 那他也加入共產黨 因此一般人比較熟悉的 他就是那個共產越南的早先的代表 但是他兩種傾向都有 那法國想要hold住這個殖民地 後來跟胡志明的勢力打了八年的戰爭 最後失敗 法國就暗然就退出了 中南半島 因此1954年法國戰敗 那越南當時以協議 胡志明的就是北約 那當時南方本來是一個由 越南的王室統治 後來被推翻變成民主的越南 我想特別這個地方是有提到 但我想盡量就把他講得再更複雜了 分成南北約 南邊是民主的 北邊是共產的 再來這邊再發一條線是 理論上到這裡已經告一段落 但是1960年 北約也就是胡志明的軍隊 揮軍南下 越過北緯是幾度 想要越南統一 那這個時候美國視為是共產主義擴張 因此美國在隔年 該來的總統就是在任的時候 因此就廣然出兵 那所以我看 美國是一個跟越南沒有直接關係的國家 那他為什麼會出兵越南 很明顯是冷戰 防止共產主義擴張 圍堵的那個國籍 那這場戰爭後來打得非常不順利 所以十多年後 美國退出越南戰場 那越南最後也變成是共產國家 我們大概剛剛已經用編年的方式 把整個越南從殖民到獨立講了一遍 那我們看 我們挑幾個點來看 這是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 我前面上次有一個地方講錯 日內瓦不是瑞士的首都 博恩才是 所以如果前面有講錯 現在就更正 瑞士首都是博恩 日內瓦是一個城市 那日內瓦會議在1954年的這個會議 法國就在會議之後 就同意撤兵 那因此越南就以卑微十七度為界 分成南北 再來1961年 甘乃迪總統在上任之後 他的就職演說 其實這個演說是非常的戰士的一場演說 他的意思是說 只要是為了自由民主 他其實可以提供任何的保證 我想只有冷戰才會有這種 幾乎就是盡全力要防堵共產勢力的擴張 再我們看到這一張是課本在176頁的 中南半島的形式圖 那當然這一條線就是卑微十七度線 那美國參加這場戰爭 可能大家的設想會覺得 越南畢竟不是一個大國家 那美國投入之後 應該可以很順利的在這個地方 然後hold住局勢 那後來事情的發展 並不如美國想像而順利 這跟前面的韓戰其實 有一個蠻大的差別 那一個是在整個月貢所使用的戰術上 那各位如果這一張我如果不講 你還以為是那個螞蟻鍋之類的 那這張是月貢的坑道系統 他們在地底下發展出一個很複雜系統 這邊還可以睡覺 然後這邊就是還有一些是放股器的地方 儲存儲藏室還可以開會 然後這些坑道彼此又是相沿的 那像這個很深的還有一個水井 然後在一些地面上的地方 它是可以直接上來的 可是在你從地面上看的時候 它是被那個樹葉或者一些東西 把它隱蔽起來 所以不知情的人 其實他就是覺得它在地面上走 可是不時月貢就會竄出來 然後什麼機關牆開箱掃射之類的 這後來造成美國大兵很大的心理障礙 所以各位看一下這一張 這個就是從地底竄出的月貢 這個其實是現在娛樂觀光客的 可是現在有人會去越南觀光 那早期這些坑道系統還在 所以這位仁兄其實是出其不意 因為各位知道 這個地方全部都是蓋著樹葉 那光客就來想說看什麼東西 就這樣冒出來 喔喔喔好厲害喔這樣子 那一直就達到那個效果 各位彷彿已經到了越南 那因此各位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就不是一個美軍所熟悉的那種正規戰 那因此這是一個困擾 那在我們看到的是 就是因為這種戰爭 美國人打得很不習慣 越南到處都是那些茂密的樹林草叢等等 就是你很難眼看穿整個環境 所以後來美軍在這個地方 犯了一些戰爭的罪行 這是我在這邊想強調的 來第一個是他們大量使用燒一彈 燒一彈就投下去 它會大量的去燃燒地表這些植物 那因此燒完之後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那因此當然整個地面好像是近空 那我們如果以那個環境生態的角度來講 這是一個浩劫 那大量使用燒一彈在越戰 這當然造成很大的生態的破壞 那再來一個是類似的作用 就是有所謂的落葉劑 它就從直升機上噴灑這些落葉劑 那落葉劑根據它的顏色有各式各樣的 那最有一個是成績 那這些化學藥劑噴灑下去一段時間之後 植物就全部都哭死了 樹也都哭死了 可是這些藥劑是有劇毒的 那生產這些藥劑的這些廠商 其實蠻多現在都還是大的化學的一些廠商 好像孟山都之類的賣萌藥的 然後做那個基因乾燥 那各位知道當初這個成績再下去之後 它因為那些化學殘留物一直都在 所以後來造成了很多畸形兒 然後包含了像癌症 心血管疾病 還有一些像糖尿病 那它的影響是到我們現在講的21世紀 它還繼續存在 所以在越南是有人對這些 美國這些化學公司提出集體訴訟 就實際上越南這塊土地是因為戰爭的關係 它受到嚴重污染 那像這些其實都是很有爭議的一些作戰的方式 那這個是美軍落葉劑噴灑的計畫 所以你看在整個越南的國土 就是到處都充滿了這些 當初因為戰爭所遺留的 那底下這一張看的會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看一下就跳過去 那這是一個美軍軍屠殺越南的村莊 這全部人都死了 那村莊大概死了500還700個人吧 剛剛那個美來孫的屠殺是 因為當時越共他跟你打仗 這打完之後他會 譬如說他又裝扮成他是一般的平民 所以美國後來其實已經看 所有的越南人好像都是越共 分不清楚到底誰是平民 誰是越共 所以就濫殺無辜的情況其實是有的 那剛剛我們看的那一張 它是一個比較極端 當時的指揮官說那個村莊裡面 那個美來孫裡面全部的越南人都是越共 那個有一兩歲的小孩子 那有可能是越共啊 最後他們是把所有人全部都殺了 這件事情會曝光是因為 同時有一個美國的那個直升機被回去 他就看底下怎麼自己人大開殺戒 那後來就留下一些影像以及目擊者的見證 那後來就把他提到美國的軍事法庭去審判 那後來其實也沒有很嚴厲的處理 那因此那五百個七百個人就這樣子死掉了 那當中就有很多是父母 那當中還伴隨著一些是像輪爆的行為之類的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戰爭的仇文 但是美國在後來其實在這個戰場上 有很多就是應該要被職責的事情 那再看到剛剛已經先跳到這一張了 那這一張是後來拿到福利茲獎的一張照片 他是記者拍的 那他南越是跟美國站在同一陣線 就是美國是幫南越去對抗胡志明的飛越 這當時一個炸彈誤炸 所以整個村莊就開始燃燒 那因此這些越南人就從村莊裡面逃出來 那甚至衣服都來不及穿 那這個小女生後來是移民到了美國去 其實他的傷勢滿嚴重的 他整個背後是都掃傷的 包含手臂是掃傷 只是你在這一張好像看不太出來 那這張特別傳達出一種 戰爭所造成一般人的痛苦的感覺 所以我們看到是這樣戰爭的一些 比較讓人覺得不舒服或者不堪的那一面 那美國就是因為這樣戰爭 後來打得很不順利 時時無法取勝 大量的資源、金錢跟人力的投入 後來死傷非常的慘重 那因此到1960年代後期 美國國內就有一個很嚴重的反戰 就是很大規模的反戰的聲浪 那因此從1969年就是在尼克森總統上台之後 就慢慢開始把美國的軍力從越南撤出來 有點是我就這樣戰爭認賠殺數 大概是打不贏的 所以我們看到1969年 那當初尼克森在競選的時候提出來就是要逐步從越南撤兵 因此上陣之後大概就是往這個方向去走 那一直到1973年 美國已經把大部分的作戰的部隊都撤出來了 然後跟南北越共同簽訂八一協約 那表面上好像維持當時的局勢 但是兩年後 胡志明就把所有南越的大城市全部攻陷 那因此越南就正式的赤化 也就是共產主義化 那我們看一下在1975年4月 那這個是最後南越的大城市 也就是西貢淪陷的其中一個畫面 那當時因為越貢來的速度很快 然後直接就要攻陷越貢 那在攻陷西貢 那這個地方又有很多的 像美國的外交人員 還有包含一些維持秩序的部隊等等 那這時候不撤出就會變成人質 那因此就是美國就派了直升機 用很緊急的方式把這些人都撤退 因為再不撤就來不及了 所以這一題甚至在有一年的大考 還曾經考這個企圖禁考 那這個事情發生在1975年4月 也就是民主的越南最後淪陷了 那政府再跟遼迫也相繼變成共產國家 那各位現在看一下在課本177頁的史料這塊車 這個雜誌的評論其實卸得很中肯 他說美國最終從這樣進退為固的戰爭掙脫 這一場戰爭消滅了四個總統 還有一個因此下台 就是寧克森的那個水門案 讓這個國家社會經歷自內戰以來最嚴重的史 他之前講的內戰是美國歷史上哪一場戰爭 南北戰爭 那南北戰爭算到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 那整個美國因為這場戰爭又嚴重撕裂 這等一下我們還會特別去談這件事情 到最後絕大多數美國人 都是這樣戰爭為悲劇性的錯誤 所以一個世界超強 然後在冷戰的時候引領自由民主國家 那這場戰爭很明顯的是 他沒有達到威脅的效果 最後他失敗了 共產主義在中南半島擴張了 這場戰爭讓美國精疲力竭 而和平又是那麼令人害別的 而不願大肆競竹 因為其實是失敗了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越戰 越戰我們現在看另外一個面向 翻到178頁 我們客人越來越擅長 把重要的事情寫在歷史巨風燈 所以請給這個巨風燈三顆星 1960年代的美國 是一個有滿滿的情緒的張力 後來就把這個滿滿的情緒整個倒出來 所以到處都是憤怒 激情 抗爭 吼叫 堅持自己的立場 所以客人那個標題其實的確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激情的世代 那這個世代是Generation的意思 你把它寫在旁邊 它其實是戰鬥的嬰兒潮 引領了這個激情的世代 我們今天從台灣史就談過 二戰之後的嬰兒潮 那就是說二戰之後 因為從幾年的大戰 回復到了和平的狀態 然後一直我們看到 那個出生率就突然增加 那全世界都有一個類似的現象 那因此這一些在戰後出生 到1960年代 有些就進了大學面書了 各位知道就剛好是這個十幾年 那這個高比例的年輕人進入到大學之後 他就成為一個改造時代的力量 各位知道 因為年輕人的比例很高的時候 時代力量沒有提到廣告的意思 但就是說 在這個越國教年輕人站的比例高 他會去衝撞那個體制 那當時的大學保守 當時美國有一些種族歧視的一些政策 或者法規等等 然後當時越戰又打得很不順利 因此就藉由這些反戰的示威 把這些的聲音 這些怒吼 這些吶喊 全部都宣洩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 這是1960年代的美國 其實不只美國 法國在1968年爆發 法醫也爆發很嚴重的學院 直接導致了那個總統的下台 那當時大概最安靜的就是台灣吧 然後在1960年代 年輕人在幹嘛呢 就是大量的孤女的願望 大量的走路到那些城市還是加工出口區 然後就是像那個加工出口區的女工 就是白天就是積極的從事生產 那晚上回到宿舍之後 就開始看積楊的小說 然後哭得嘻哩嘩嘩之後 就可以好好的睡覺 明天繼續為台灣的經濟貢獻這樣子 所以那個台灣我們在講戰鬥鷹鵝巢 比較多是在1960年代之後 在經濟上扮演一個 就是火車頭的這種角色 那我們看這些年輕人在西方世界 他是一個改變衝撞體制的力量 好 先看這一張 這是在紐約的中央公園 這是一個反越戰的大規模的示威的集結 那你看到那個氣球 它是紅色不是黑色 因為這是黑白的照片 所以它會誤以為是黑色的 那個紅色氣球 一顆氣球就代表一個美國大兵死在越南 所以他們是有一個非常不願意 因為這樣戰爭到底是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搞不清楚美國跟越南又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可是後來很多的美國人死在那邊 或在那個地方殘廢然後送回來 一輩子終身就是那種狀態了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一種人道的關懷 然後覺得美國應該要從這場戰爭抽身了 再來這個是在DC 也是大規模的聚集的抗爭 其實1960年代這種震撼的場面 在美國非常非常的多 那顯示整個社會是有很多的 跟政府不一樣的一些意見 在集結然後再釋放 那這個是比較近看那個年輕人的 彈出的口號 其實就是結束這場在越南的戰爭 這個字是印度之納 也就是法國在中央半島那個殖民地的名稱 然後再往看到的是激情世代 當然美國在這個地方花了很多錢 死了很多的人 因此引起很多的爭議 那這個抗爭後來又跟很多對政府體制不滿 對傳統 對權威不滿的一些力量結合 所以你現在把第二點的最後 那個言論自由運動 標記一下 這個地方的言論自由運動 是 它是大寫 英文是大寫 所以它是專有彬詞 那彬詞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言論自由運動 我挑了兩張照片來講這件事 它一方面是挑戰當時大學過於保守的體制 再一方面他們也跟當時的反戰運動激進的方法 那這個運動有一個核心的學校就是UC Berkeley 就是加州大學的博客來分校 所以各位看這個就是在大學校園當中 他們罷課 然後他們集集 因為當時學校說在校園當中不能有政治性的抗爭 然後學員就不爽 為什麼在學校當中有些事情是中學 有些事情不容學 言論自由就是言論自由 所以各位看比較近的這一張 他們的訴求 就是一個自由的言論 不是說你覺得適合的言論才能在學校 那個自由是一個整體 那不是由學校官方去定義的 那我挑了兩張照片其實相對都比較平和 你覺得這些學生大概是罷課站出來嗎 我們今天有時候會看到這種場面 可是其實它比我想像還要激烈的話 因為有時候他們抗爭會是一個情緒上非常高漲 那州政府會派國民警衛隊來 那有時候是維持秩序 但有時候會學生跟這些國民警衛隊發生衝突 那我看到那個資料最嚴重的衝突 當場國民警衛隊就開場了 因此就譬如說一場抗爭就死了四個學生 所以它是很激烈的 所以我們看到在1960年代的美國 曾經是一個這樣子在爭取一些事情 而且它是跟官方爭鋒相對 雖然這好像是一個民主國家 但我們剛剛看到有一些其實很激烈的場景 再來因此還包含了當時他們不只是政治上的一些訴求 也包含他們對於當時美國所代表的那一套資本主義體制的不滿 現在請看到那個第三點西皮時代 所以這些西皮時代有一點就是從他們的生活開始改造起來 如果你要過一個不是資本主義的生活要怎麼過呢 會照資本主義的消費 所以他們可能試圖去進行一種自給自足 比較簡單的生活方式 那這其實也是整個繁體制的一部分 反正這些年輕人就用各式各樣的創意 然後在各式各樣的領域去衝撞原來的一些信仰或價值等等 所以這是一個喧囂的年代 那再來黑人民權運動也掛在1960年代 那雖然說在北戰爭之後 黑人看似政治權利是平等的 可是其實有一些有形跟無形的障礙 譬如說公車的前半段是白人的座位 後半段才是黑人的座位 洗手間也有分白人用跟黑人用 那這些其實就是我們今天定義的種旗式 那一直在1960年代金恩的率領之下 所以有很多也是希望在法律上 在一些社會的習慣上 那當時甚至有一些的學校是不准黑人去註冊的 那黑人就硬要到學校去 他就是要入學等等 所以像這些也跟1960年代的整個反戰的這些風潮 全部都掛在一起了 我想這些我們就是透過課本的資料稍微提一下 接著我要把第一節做一個結束了 翻回175頁 有一件事我們先前露的沒有談的 第四行請你把那個1962年的 58飛彈為基標記一下 它發生在1962年 當時美國蘇聯我們知道他們都擁有 大批的核子彈頭就是掛在飛彈上面 他們都可以把核子武器發射到對方的國土 美國可以發射到蘇聯 蘇聯可以發射到美國 可是問題是你如果是從很遙遠的地方發射 那個飛行的時間很長 你就會那個飛彈會被對方掌握住 所以他們當時在做的是 要縮短對方的預警時間 那當然你要把飛彈部署在裡 比對方國家越近越好 這是他的國籍 所以1959年美國就在意大利跟土耳其 這兩個國家以蘇聯而近 就部署了核子彈頭在這邊 那當然蘇聯一定會覺得這針對我 那1959年還發生一件大事 這件事情我們是在後面的章節才會提到 那我們先拉到前面來談 1959年古巴革命 所以卡斯楚以及他的革命夥伴切克瓦拉 因此我們看到的是 這樣革命讓古巴成為西班球 也就是美洲的第一個共產國家 而且各位知道古巴的位置 就在美國佛羅里達延伸出來的地方 所以對美國來講 這個就是一個好像在我家的後院突然出事 突然失火的那種感覺 古巴在革命之前本來是一個 美國控制的一個其實政權那樣失敗的地方 美國很多的賭場都設在古巴 那沒想到1959年珠洋變色 變成了共產國家 而且過了幾年 蘇聯想把核子武器部署在古巴這個地方 因此我們看到 這件事情後來被美國政策到了 那美國就為這件事情開始展開教設 藉由一些外交的使節 藉由一些場合 這個交涉時間其實很短 前後只有13天 那後來還被拍成電影 叫驚爆13天 那這13天當中就是雙方有很多彼此 就是因為當時就是核子戰爭一觸即發 因為都互相這樣部署 然後又不太清楚對方真正的用意 到底只是一種虛張聲勢 還是真的有打算要使用核子武器 那你知道透過那個代理人去傳話 中間又有一些意思上的出入 以至於在這13天當中 核子戰爭真的有那麼可能就發生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這13天當然就是驚濤太大 那最後雙方達成的協議就是 蘇聯撤回它在古巴部署的飛彈 然後美國也撤出它在意大利 還有土耳其部署的飛彈 等於是雙方都各退一步 那我們看到課本有這麼一張案 右邊是甘乃迪美國總統 左邊是蘇聯的赫魯學夫 他們都坐在那個飛彈上面 然後彼此在較勁 那我們都知道冷戰之所以它會是冷戰 就是因為核子戰爭它不能發生 可是在這13天當中 核子戰爭一度有可能真的發生了 所以事後你把這一段的最後熱線把它標記一下 美蘇的元首就建立了一個直接聯繫的管道 就是電話可以直接拿起來 就跟對方的元首講話 比如說拿起來就說現在到底是怎樣 你是真的要怎樣嗎 如果你真的要怎樣的話我就要怎樣 好 因此這些就可以避免傳話所造成的誤會 但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只要給手機號碼就好了 就給一個直接可以聯繫 可是當時就是說他們的確會擔心 那個核子大戰真的爆發了 那就是雙方都總上會這樣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2000年這部金爆13天上映的時候 當時的政治人物大概都去電影院看了這一部 因為它是一個短時間政治危機的處理 你要用怎麼樣的政治智慧去劃解 所以這個對政治人物來講大概是很重要的一部影片 再來我們翻到課本第二節 好 總之二講的是第三世界 也就是這一些原本是殖民地 後來獨立的國家 那我們第一節算整個講完了 那現在在第二節的標題上面 請你加上四個字 其實第二節在講就是民族自覺 好 現在先請問大家 民族自覺是誰提出來的主張 不會去 後來民族自覺在哪裡落實 二次大戰之前 在韓國 在韓國有嗎 二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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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半島主持無畢 二戰之前有一些國家已經是 按照民族自覺成立了 表情好驚慌 來 就這些地方 是不是我們課本有一張地圖講 一戰之後 東高部是有一些新國家成立了 或者復活的國家 那至少它的理論是根據民族自覺 好 那我們看到是民族自覺 它是一個基本人權 然後這個是兩公約 我知道你們在公語社會 都有提到兩公約 那意思是 所有人民都有自覺權 他們憑這種權力 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 自由謀求他們經濟社會 跟文化的發展 那我們講過 聯合國這些文件的正當性都非常的高 實際上現在世界上 不時就有人在民族自覺 蘇格蘭已經民族自覺恩恥了 雖然都沒成功 這蘇格蘭獨立公投 我昨天看新聞又要再一次了 然後那個魁北克也是不只一次公投 但可是你也知道在有些地方的民族自覺 受制於國際那些大國之間的角力 它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這是一個值得追求 但是不見得在每個地方都像魁北克 像蘇格蘭那樣的自然在進行 那一次在二戰之後 我們看到原本一戰後在歐洲的民族自覺 二戰後它要帶到亞洲 帶到非洲 因此我們現在第二節講的 最主要是亞非的民族自覺 那講亞非的民族自覺 我先帶一個背景 這次課本講的 我把它調列成兩點 第一個 其實要民族自覺 是要有一些主客觀環境的配合 歐洲經過兩次大戰整個爛掉了 因此十九世紀的歐洲曾經單一國家 就可以支配很大的範圍 擁有很多的臺灣紙幣 可是你看在二戰之後的歐洲 如果沒有馬西爾的計畫 甚至可能被共產主義就吞噬了 所以那個歐洲只經過了大概半個多世紀 它前後的變化很大 那現在整個歐洲 因為它軟弱無力 因此它當然不太能夠再hold住它的紙幣 這是一個客觀條件 但主觀上來講 民族自覺自從威爾遜提出來 自從它經過二十世紀的發展 到二戰之後它的正當性更高了 簡單來講 這個觀念變成大家都認同 以至於所有的直逼地 都應該根據民族自覺而獨立 所以這個是一個主觀的發展 那我們看一下 1945年在二戰結束的這一課 你們 這樣叫我看影片的人怎麼辦 你們真的不考慮調一下你們的這個機器嗎 這真的只能用毛圖來完成這張地圖 來看影片大家辛苦了 來這邊是英國 然後這個是英國在海外的殖遺地 它都用同一個顏色 那像法國是紫色的 因此它的殖民地在全世界 像各位知道這個地方就是中南半島 那因此這張表述的方式 你比較清楚就是當時哪些地方是殖民地 那這些殖民地是屬於哪一個殖民母國的 那這邊其實顏色是有分國家 那我想這張既然它已經變成這樣 我們就挑過去了 再來這張在課本的181頁請翻開 拍好這張是正常的 在181頁我們看這張課本給的很不錯 它是用顏色來區隔 在二戰之後它們獨立時間的早過完 黃色是最早的 然後比較深的紫色其次 比較淺的紫色再其次 然後比較淺的黃色 這個好像在禮拜有個難分 真的是很尷尬 今天這點的時候不同 那你看課本這一張 因此它其實就是根據顏色來區隔它的層次 那我們直接幫他下一個結論 時間關係 你在這個地圖的筆下自己寫一下 先亞後非 大致上講起來 二戰之後亞洲國家民族自覺的招 非洲相對晚 雖然你可以找到例外 但我們講一個趨勢的話是這樣子 這顏色都不對我沒辦法跳過去了 那課本講的順序是從印度先講 再講東南亞 然後再講非洲 我們今天應該可以把非洲的一半講完 來第一個我們先看印度 我們大概兩三張前才剛提到印度 印度是一個在哪一個事件之後 他就變成英國的殖民地 是不是在1857年有一個叫印度士兵判變 各位還記得那個槍管圖那個牛油豬油那個事情嗎 當然是一個導火線 所以在1857年之後 英國就直接把印度受為殖民地 而廢掉東印度公司的那個代理權 所以在這之後我們可以說 他是英國殖民地 英國的女王兼印度的女王 那當然後來印度有了國大黨 國大黨是用一個比較柔性的方式 爭取在殖民體制底下 更多的印度人可以擔任政府官員 可以擔任一些比較高階的職務 可以讓印度人爭取比較多的發揮的空間 那到了20世紀初的時候 一戰其實對印度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那為什麼 因為印度人大量的到歐洲幫英國拿仗 那各位知道一戰是歐戰 所以底下兩張照片 各位可能會乍看不太容易理解 來這個是法國小朋友 在一戰的時候像印度的士兵之 這是在歐洲 所以這些印度的士兵是以英國軍隊的身份 就等於從印度徵召他們到歐洲戰場去打仗 那我們可能自己想像的那個畫面 一戰就是白種人在歐洲互搭 這其實不只還包含像這樣的畫面 那各位看這是在一戰西線的印度紀錄 所以其實印度等於是幫他的殖民母國在一戰出了很多的力 可是一戰之後戰爭的時候都講說我要給你更多的自治權等等 戰爭之後就是都不實驗嘛 都不算數了 因此印度在一戰之後 有一個對殖民母國比較強大的反彈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國大黨改組 甘地在這種情況下主導了國大黨 他開始用一種更具有說服力 同時更強悍的方式來跟英國殖民母國周旋 那後來統稱這些他所採取的方式叫不合作原動 那不合作看起來好像只是一種態度而已 但他為什麼會很強悍呢 來你們應該都看過這一張甘地的照片 這大概是甘地最有可能的形象 就有一個瘦弱的聲音但是他是在織布 那所以甘地說我們今天印度人自己織布 不要用英國工廠所生產出來的物 我們如果有了糾紛 我們不要上英國人開個訪院 我們自己就解決就好了 然後我們不要去英國人辦的學校 我們印度人自己辦學校 我們自己辦教育 自己來培養人才 所以他等於是各式各樣的抵制 英國在印度的制度 以及他的一些設施等等 那我們在先前不是也提過一件事情 你自己一定要實驗藏著嗎 你實驗專賣我自己去體驗一點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東西看起來好像很榮幸 但實際上他是對英國人造成很大的統治上的困難 因為英國在印度的人就比例上來講他是不多的 所以他的統治揚帶的是被殖民的印度人的支持 那現在如果印度人大部分都抵制的話 其實這個殖民統治是會有 他有在運作上一個很大的障礙 那因此我看到這是不合作運動 對英國人的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實際上他的獨立還是要不到二次大戰 那雖然說不合作運動不合作運動不合作進行 那二三結束之後 英國沒有辦法再控制這麼龐大的印度的殖民地了 那比較好的是他就放手就讓他獨立了 但比較不好的是 印度不是獨立成一個國家 一開始是獨立成兩個國家 也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 那各位在課本有看到這張圖嗎 那原來所謂的英屬印度的範圍 就是這一張全部彩色的部分 那當然緬甸是一個比較就是可以奴隸識的 可是緬甸除外的這些地方 後來就根據他的宗教 如果是穆斯林的比較多的就變成巴基斯坦 印度教統比較多的就變成是印度 那這其實跟印度先前殖民時期 就是被英國所統治的方式是有關係的 英國人是採取一種分化的態度 就是我讓英國人不要團結 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們做調去分嘛 那因此你們之間不會團結 我就不用擔心你們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我要舉個意思 早期台灣在荷蘭東一路公司來統治的時候 他對台灣南部的原住民跟漢人也是採取分而置之 所以他對原住民用一套統治的方式 對漢人用一套統治的方式 因為他最怕就是什麼 漢人跟原住民大團結 來對抗那個不到一千人的 荷蘭在台灣的那些白種民 所以我們看到是這種方法其實殖利母國經常使用 所以後來他造成了印度無可彌補的內的裂痕 官地其實很害怕的事情最後發生了 因此印度並不是獨立成一個完整團結的國家 那一開始其實這個地方叫杜巴基斯坦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現在談的孟加拉 他是穆斯林沒有錯 可是他其實在族群在各方面都跟巴基斯坦是不一樣的 所以後來他再從巴基斯坦獨立出來 就是今天的孟加拉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整個印度獨立也造成了分裂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跟哪一樣 請看到181頁 第一段跟第二段是蠻重要的兩段 那畫線我不知道怎麼畫 但是在181頁前兩段的意思我稍微口頭講一下 他的意思是說這些原本的殖民母國 有一些比較想得開 有一些比較想不開 想不開的就是不想放手 無情的來怎樣 不想放手 所以最後都是用戰爭才跟他的殖民地分手 所以殖民地就得花很大的力氣用戰爭 趕走殖民國的軍隊 那英國相對來講是比較能夠接受這個情況 所以英國的殖民地比較多是英國放手就讓他獨立了 法國跟荷蘭就是比較不願意放手 所以很多殖民地就是得跟法國跟荷蘭打仗之後才獲得獨立 這是一個大致的樣貌 不過要舉個反正 英國並沒有放手埃及 他在埃及實際上是作戰時代之後才離開的 因為蘇伊士運河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其實看就是看一個大概 在181頁的第一段跟第二段 那頭影片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東南亞大概的情況 分別由不同的國家所統治 這邊是美國的殖民地 法國的殖民地 荷蘭的殖民地 當然這個地方再連番顏色又不見 這個地方是英國的殖民地 那這張是我要強調的點 曾經在太平洋戰爭期間 各位注意那個紫色的部分就好 也就是在1941年底之後 很短的時間日本席捲整個東南亞 所以不管你是什麼美國人 英國人 法國人 都在短時間就落荒而逃了 這段歷史極有啟發性 你知道原本東南亞的人民 覺得這一些白人這些殖民統治者 是不可推翻 不可摧毀 不可能離開的 沒想到很短的時間 就被另外一批黃種人給趕跑 日本人畢竟是黃種人吧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這一段 他對東南亞的這些要民主自決的人 包含下胡志明來講 就是白種人並不是不能被直敗的 以至於在幾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當這些歐洲或者說美國的力量 他掉在回來的時候 其實他畢人已經不接受了 因此這個東西算是一個很大的啟發 雖然我們知道日本實質上 他的對東南亞也是侵略 但是他提出這種大東亞共融圈 其實就是等於是黃種人 他其實是跟白種人是可以相抗的 這個對後來的東南亞民主自決是有影響的 那殖民母國太多我們剛剛講過了 接著這一張我沒有辦法詳細談 上面有每一個國家都獨立的時間 這一張就是你在打開 就是手機打開透影片看的時候 上面都有標記年代 你大概可以知道他們是在哪一年獨立的 再來請把科登181頁 最後一段東南亞國協1967年標記下來 這個組織到現在只有更重要 他就是東協 而且東協還擴大他的合作 就是東協加三 在駐市旁邊有 就是跟南韓跟日人跟中華人民共合部 所以這是一個區域整合 原本東協在1967年成立的時候 比較多是政治協商 因為他們剛獨立嘛 彼此談合作 可能跟冷戰的局勢也有關係 但是等到1990年代之後 開始強調彼此的經濟合作 所以我們現在談東協 比較多是他在經濟上的意義 各位知道 我們現在正在那個 美中貿易戰的ING的狀態當中 所以東協再來的地位會更重要 我前兩天看一個數據 有一個中南半島的國家 在這一波的美中貿易戰當中 他對美國的出口大幅增加的40% 讓你猜是哪一波 對 是越南 因為越南離中國很近 但各位知道現在 不管是台商或者其他國家 在中國的工廠 現在是不是逃亡 因為你不逃亡就會被川普 磕25%的關稅 那你要逃到哪裡呢 你不是說工廠搬到另外一個地方沒有逃 因為它還限制到供應鏈 就是離這些零組件能不能配合 但越南因為它離中國近 它離原來的供應鏈沒有很遠 所以越南就變成是首選 所以其實台灣這幾年 在推那個新南向是滿正確的方向 只不過推的是不是很積極 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你如果從我們現在的這個局勢來看的話 東南亞再來也會是一個 越來越受看重的地方 好 這個思想到東協順便談一下 來投一遍這個是今天東協的十文國家 那還要很糟的就是 我們北邊的國家東北亞都很清楚 南邊的國家好像對他們不太熟悉 那其實裡面有個學姐 現在正在 他已經準備在那個 他在泰國留學 然後他讀那個朱拉文工大學 已經要讀到博士班了 我看到FB的發文很多都是泰文 其實台灣就是需要了解這些地方的人才 那語文當然就是一個 一開始你要能夠掌握住的 像在台灣學那個韓語跟日語 都好像跟呼吸空氣一樣 那其實好像東南亞這一塊 我們沒有很認真去看待它 你不會說你去只是要賺人家的錢 你必須要先了解那個地方 然後入境問蘇 這順便多囉嗦兩句 再來請翻到182頁 那我們離下課還有幾分鐘 我們非洲談撒哈尼北的民主主權 那這個是整個非洲的地圖 這一張是在西非柏林會議之後 也就是1885年之後 一個顏色代表一個國家控制的範圍 那當然就是當蛋糕在切 那我們再看到的是 這是非洲在二戰之後獨立的年份 非洲沒辦法 大概將近五十個國家 所以你真的要一個一個去講 這是會講的部分 那我就是幫各位找到一張 他們是在什麼時候獨立的 那這一張各位會比較容易看 還好這張顏色都OK 是太令我放心了 來 這一個是最早獨立的是這個顏色 這也是本來就獨立的國家 只是被義大利侵略 伊蘇比亞 這是Live Ray 那南非應該是在自治的狀態 那你看在1950年代 比較早獨立的 大概這一些 然後1960年很特別 那這邊不是1960年代 這個顏色是在這一年獨立的國家 各位看一下這一陣片全部都是 現在請你把第二段 第一行畫下來 1960年就是這一年 聯合國通過給予殖民地國家 跟人民獨立權益 文化好之後旁邊寫一下 這一年被稱為非洲獨立 所以等於是聯合國又有一個民族自決宣言 那一直非洲順勢 就有17個國家都在這一年獨立 一年要17個國家獨立 這個大概在歷史上找不到第二年了 因為現在全世界才大概200個左右的國家 你再來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這一年被獨立出來談 再來1961到64又有這個比較淺色的淺藍色的 然後1965到69是綠色的 所以我們大概從整個趨勢來看 來非洲的獨立是大致上由北廣南 先北後南 我覺得因為國家數量多了 我們用趨勢來講可能會比較節省時間 好再來這個就是今天非洲各國 這段大概就是第一課 可能談非洲的時候會談到的 好那我們現在時間關係的話 不然剛剛一個剛好還用問的 我現在跟他直接講的 來非洲民族自決很困難 因為非洲的民族跟非洲的國界有了一支 沒有 可是我也可以說在美洲有沒有一支 在拉丁美洲當初 應該說後來獨立這些國家 他當初的界限是誰給的 是不是西班牙殖民國給的 可是我說拉丁美洲的問題 比起非洲來單純一些 或者反過來講非洲的問題來得更複雜 更難解決 更難民族自決 為什麼 好來你可能有答案 從時間上來看 美洲當初被殖民是幾世紀 你現在只要回答你就可以解答這問題 美洲當初西班牙葡萄鴨的是 幾世紀開始殖民這個地方 16吧 如果你要從哥倫布算是15世紀末 好那16世紀開始 那中南美洲的獨立是在幾世紀 比較多 是不是19 當中已經經過300年 當初那一些西班牙人 劃分的總督區域一個一個省 因為經過300年 是不是太適應了這個區域了 他有一個新的認同產生了 我們先前不是提過想像的共同體 這個數嗎 所以他們就在這個範圍 慢慢形成新的認同了 的確他們本來是被刻意認為的 劃分的這個區域 可是300年之後他習慣了 可是你看非洲 非洲是甚麼時候被劃分的 19世紀末 非洲是甚麼時候開始獨立 大概二戰後 這當中隔多少時間 這當中只有 兩個世紀多一點 所以當初那些歐洲的列強 強硬的把非洲這一塊劃分 是他一條線劃下去 有一個族群就變兩半了 那你有可能經過短短的50年 他就認同這個殖民母國幫他劃分的範圍 50年真的很短 他甚至只有兩代人好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對非洲來講 就是一個先天不良後天失調 誰造成這種情況 殖民母國 這些歐洲的殖民者 那我們從埃及開始看 埃及是刻本在第一段有提到的 那埃及實際上獨立的 這邊寫很早1922年 但是他是被一個英國所支配的王室 所以實際上還是英國控制 那埃及只要等到二次大戰之後 才真正的走向獨立 那我這張地圖 為甚麼把北非跟中東列在一起呢 因為這整個我們叫阿拉伯世界 那埃及扮演一個群組輕重的角色 他在1952年的時候軍事政變 把原來的王室推翻成立共和國 那成立共和國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在埃及政治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頭一片這一位 叫做納賽爾 因此他率領了埃及人 推翻了英國的統治 英國本來還想要搞一個蘇比士兵盒 最後一樣用戰爭趕走了英國人 因此獲得了完全的獨立 那納賽爾還激勵了北非的其他的國家 也用這種方式擺脫殖民的地位 那我最後再提一下阿爾及利亞 科本雖然沒有談阿爾及利亞 那各位先看到阿爾及利亞 是在我手裡的這個地方 他剛好是法國對過地中海 所以法國其實很早就對阿爾及利亞有興趣 那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他在18、19世紀之後 就開始從北非阿爾及利亞的海岸向南滲透 那一直到20世紀初才完成整個戰役 那阿爾及利亞其實在二戰期間還滿幫法國的 我們一開始上課講過 法國曾經在二戰的時候國土全境無限 那他只剩一些海外殖民地 結果阿爾及利亞這個時候是挺他的殖民母國 就像一戰的時候印度其實挺英國的 還幫他作戰 沒有想到二次大戰結束 法國勝利之後 那阿爾及利亞人想爭取獨立 卻被法國阻止 那因此後來甚至在阿爾及利亞人起身要反抗的時候 那造成一場法國就製造一場屠殺 死了大概四萬人 在那一場屠殺之後 阿爾及利亞人就是用軍事的力量要干奏這個殖民國 因為你訴求他 你請求他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樣戰爭跟法國所參與的那個越南獨立戰爭 一樣都打了八年 法國是一個非常想不開的國家 他花了八年去跟越南打仗 失敗了離開越南 他再花了八年跟阿爾及利亞打仗 失敗了離開阿爾及利亞 因此在1960年代初期阿爾及利亞獨立了 那我最後要提一個人 他是在這整個獨立過程當中 扮演一個思想導師的角色 這個人是法農 他是後殖民主義的一個代表 那他身分比較特別 他是醫師出身 他是精神科的醫師出身 那因此他就以他的學術專長 那像這本大地上的受苦者 是一本很重要的書 那我再錄了其中一段 法農在書裡面他提到 被殖民的民眾 不是只是被統治的國族 在德國佔領下 法國人還是人 在法國佔領下 德國人也還是人 在阿爾及利亞不僅有統治 還有就是嚴格意義下 一種總之就是 只佔領土地的決心 阿爾及利亞人包裹著坦戶的婦女 棕榈樹林跟落朵 構成了畫景 法國人存在著自然背景 他的意思是什麼 阿爾及利亞人不是人 阿爾及利亞人只是法國人 佔有這塊土地的一個不得戶的存在 所以被殖民 我們剛剛一整節課 後半節講的幾乎都是講說 政治上他們獨立的 可是各位知道 殖民是一種心理狀態 那個心理狀態其實是更難走出來的 所以法農就用他的精神科的專長 在描述這種心理脫離殖民的過程 我們今天這一節課 就把撒哈拉以北講完 下一節課再繼續 只有下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